9月5号台电黄董事长来到未在台中无期的再生能源处 给了为台湾再生能源奋斗的同仁莫大的鼓舞 预知再生能源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台电在民国92年就义不容辞地接下了这个国家发电的重任 近年更透过掌握台风动向 在台风时节创造了意外的发电量 我们都很清楚哪个风机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气候的一个状态 我们都非常的这个对完整的一个掌控 所以我们敢在台风期间 我们就让它继续发电 过去的经验我们所产生的电在夏季 夏季是没有什么风的季节 但是台风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伴随环境气候的变迁 21世纪以来再生能源被视为减缓地球暖化的重要机会 台电也全力发展台湾的再生能源 从2002年至今已经完成了161部的风力机组 以及1.0万千瓦的太阳光电系统 但再生能源的发展在台湾是有局限性的 我这个是不是可以来指代能源 基本上就是完全是不重要的 因为再生能源需要能源密度很低 需要很多的土地都跟上下很多地 来跟没有台湾没有这么多的 做这些事 不过我刚刚想要把它指导 我们能做多少就要做多少 虽然台湾土地有限 再生能源供电量不显著 但台湾自由能源稀少 再生能源就成为发展自主化能源产业的重要选项之一 且对节能减碳 环境友善方面都有正面引导的功用 台电未来仍将继续朝再生能源极大化目标迈进 台电公司综合报道